2019 Louis Vuitton男裝大秀最近在巴黎的皇家宮殿舉行了 設計設施 Off-White的設計師 Virgil Oblach 他是第一次掌管LV的男裝設計 他有建築師出身的背景 但是他坦言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秀結束之後他居然就哭了 但是他成功的呈現了很不一樣的Louis Vuitton 那很多名人也到場來感受一下這個非常另類的這種Louis Vuitton 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今年巴黎2019春夏男裝週 其中一場最受矚目的秀 就是由當紅潮牌Off-White創意總監Virgil Oblach 接手Louis Vuitton後的第一場LV處女秀 在這場秀開始之前外界預期 經過一波人事調動之後 歐洲最老的精品老牌勢必將向潮流靠攏 揭曉後果然不出所料 在巴黎皇家宮殿花園 地面從白色 灰街 延展到彩虹色的超長時尚生展台 呼應著模特兒純白服飾的開場 隨後進入各種淡色系點綴霓紅 再到鮮豔的色彩以及豐富的印花 最後以一套太空感的斗篷壓軸總結 顏色成為整場秀的一大重點 俐落的剪裁 俗實寬大的造型 還有醒目的重點配件 將奢華驚艇與現代街頭潮流微妙地結合 這場秀為Virgil Oblach成功地畫下 第一個完美的里程碑 許多潮流界史上人士也都現身力挺 包括S.I.P.Rocky Ken West夫婦 雷哈娜 瑞塔歐拉 以及黑豹查德威克 鮑斯曼等都清零秀場 羨慕時Virgil Oblach走向好友肯爺 當場落淚相擁 扛下百年精品龍頭的首秀 打破各界質疑不斷的聲浪 讓世人看見他沒有直線的非凡功利